今天帮助我们的照片都是很难的,很难的,很难拍过的,很难在拍到的照片 那上人当时问这个话,应该他都问这个讲话,那个讲话,所以已经呈现了他的自己的姿势 其实上人很希望我们也是我们可以自己保留我们的内部和自己的姿势 因为自己的姿势还是这样的,他有没有意义吗? 他在干活的对方就忘记了他,他那种很清凉的,很清净的,很清净的,很清净的 就好像我们整个人有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份他的穿势,真的是 只是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年龄大了,我们都会感受很多环境的慢慢慢慢慢慢我们进攻去 走进一段时间,这是自己的姿势 我们将来是我们的花生一份,就是我们的花生一份 就拿来的,就是黄寶的,你看看,这个是我们的911 911,是什么发生的地方 好啊 我觉得想看看,这个是一个大人的,这个大人的 好,谢谢 其實如果我看到這一張照片 我就想起了 想起了我一個那個麻琪 看前面早期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等著上來呢 那時候他其實在講他整個也是很驕傲的一個人 然後覺得 三人沒有什麼了不起什麼什麼這樣子 然後開會啦什麼 到全部都完了之後呢 其實那是整個禮拜啦 他差不多有時候他累過度啊 9點多就偷跑回去 snap一下這樣 休息一下又跑出來這樣子 那過後等到最後一天的時候呢 他看到全部人都毀了 那時候他過這時候他又站在他墳墊了 那上人全部都毀了是上人跟幾位 請問那個死守點這樣子的時候 一管他出來後護士出現了 推著那個點滴 然後直接跟上人插那個點滴 然後上人呢沒有管 給那個護士去插點滴 他還繼續劈那個溫溫 所以在那一刻呢 他真的是啊 他對自己說 我一定一定要跟著這個行動 那時候他跟我們分享 所以我看到這一張照片 我一直會想起他跟我們分享 就是為什麼早期的時候 他會跟著這位師傅 因為他本身他也是讀了很多魔術 他也是看了很多師傅 為什麼他會跟著他那時候一起分享 他也是不錯的 我不願意到沒有信心 他也有想到有收成的人 發生的確認